大家好,欢迎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12月15日,星期日 中美贸易谈判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 在星期五的时候,双方都公布了这个消息 尤其是中国在星期五的晚上半夜的时候 举办了一个记者会 有四个部门的部领导,部长,副部长 然后在这个记者会呢,向大家呢,做了声明,做了说明 非常的郑重,非常的正式,非常的严肃 应该说呢,每一句话都是有效的 那是中国一方面,关于那个呢 我昨天已经做了一个视频,给大家做了全面的介绍 那个视频很长,如果你想了解 中国四部联合做的那个记者会的内容呢 你可以去看我那个视频 我在这里呢,就不再跟大家重述 那我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说呢 就在今天,今天是星期天啊 中国呢,是在星期五的晚上 然后星期六一天呢,美国一方没有什么动静 那星期天白天的时候呢 美国的代表叫莱特希泽 他就在电视上面对全国人民 他也向他全美国的人民,其实也是向全世界了 做了他的版本的,关于这个贸易谈判第一阶段的 他的声明 那他主要的内容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他就说呢,星期五这个协议是达成了 这个协议呢,是完全的完成了 还会需要一点时间 就跟中国的那些部长说的一样 就是下一步呢,现在要对那个文本 该翻译进行翻译啊 就是要对那文本呢,进行有关的翻译啊 装钉啊,什么之类的吧 那些文案工作 完了以后呢,会在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 就是新年完了以后呢,第一个星期 我来看看啊 新年呢,是星期三 然后星期三完了以后的一个星期 双方呢,会把这个协议给签了 那莱特希泽呢,他就是说 美国一方主要是想缩小这个贸易逆差 两个国家之前的贸易逆差呢 有三千多亿 川普呢,对这个相当的不满意 所以才发动了这个贸易战 那经过双方18个月 一年半的时间来进行协商 然后现在呢,终于达成了第一阶段 莱特希泽呢,就是说在未来的两年之内 中国将从美国购买 他们的产品 跟现代相比呢,要翻番 那什么意思呢 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呢 是三千多亿 大约呢,美国会买中国的产品是四千多亿 而中国买美国的产品呢,是一千多亿 那如果是double的话 两年之内,中国要从美国就多买 一千多亿 现在大约是一千三百亿 如果double的话呢 两年之后要达到两千六百亿 然后关于加的税的问题呢 就是之前我们所说的了 两千五百亿呢 是百分之二十五 然后一千二百亿 原来说是百分之十五 然后减称了百分之七点五 中国的一方就说呢 这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七点五的 这些产品里面呢 他们原本就是有一个清单 有一些产品呢 是免税的 那现在呢 说是这个清单呢 又加了很多的产品 然后这个清单 加了哪些产品 都包括哪些产品呢 中国方面 现在呢 没有跟大家公布 今天莱特希泽呢 他也没有说这一部分 他说肯定就是说 就是他们比较关心的了 另外呢 还有一些领域呢 中国的四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们 他们就是公布了 就关于知识产权呀 关于市场准入啊 关于这个金融啊 关于服务啊 这些 双方呢 都已经达成协议了 在那里面没有提到呢 就是美国就特别关心 特别关心的一个就是中国 关于对国营企业的这个补贴问题 中国那边没有提 然后莱特希泽今天呢 也没有提 等于说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达成协议的一个部分 中国是不会撤销这个的 我认为 如果撤销的话呢 中国就很难再继续发展了 因为呢 如果你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说呢 有一些领域呢 是没有人愿意去做的 另外呢 还有有一些领域呢 已经被世界上一些个大的企业霸占了市场 如果你的体量小的话 你想一个小的公司从小做得大 跟他们去竞争的话 根本是有不可能的事 所以说中国的那个补贴呢 一定还会是存在的 而且将来有可能是比重会越来越大 因为中国的四中全会 还记得吗 四中全会公报里面 再一次的强调 而且特别的强调 多次的强调 中国的经济体制是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是这样的 而且呢 我前两天我看到报道说呢 2019年 中国的国营企业 又扩大了 就是中国的国营企业呢 它有收购一些民营企业 以这种方式来扩大这个国营企业 来扩大这个公有制 关于这一块呢 我也有一个想法 因为呢 现在越来越人工智能了 对吧 将来如果是人工智能 来代替人工 就是机器人来代替人工 这些企业呢 它越来越不需要人工了 如果他们不需要人工的话 他们越不需要人工 他们就是越不依赖于社会 如果他不依赖于社会的话呢 他就可以来要挟社会 如果他们是私营企业 你想想看 他们并不依赖于社会 但是社会依赖于他们 那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面 就连政府都控制不了他 将来如果说自动化程度高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我认为那些个私营企业 那些大的财团 他们就会呢 来欺压社会 欺压民众 欺压政府 政府就很难控制 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是不是看到这一点啊 应该是还看不到 因为这一时半会儿 他也实现不了 但是呢 将来会的 将来有一天 当这些个企业 他的这个大的财团 他实现了他最大程度的这个人工智能 最大程度的不依赖社会 社会呢 依赖他 到那时候 这种社会主义国家 像中国这种公有化程度高的国家 政府就会掌握主动 而西方那种资本主义国家 有可能就会被大的财团所绑架 你看他们现在民主国家 现在那些政客 已然是被那些大的财团所绑架了 将来如果说 他完全都不依赖于社会 他们完全都是独立了 完全是依赖于机器化 依赖于这些机器人 对吧 他就更会来绑架政府 绑架社会 到那时候呢 只有说这些财团 如果是掌握在政府的手里面 尤其是掌握在像中国这种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当家做主的这种 才能够控制这些个企业 控制这些个财团 政府不被绑架 人民也就不会被绑架 这是很题外话了 现在来说基本上是起人忧天 因为还远远到不了那个程度 我这一辈子可能应该是到不了那程度 但是呢 在某一个时间的将来一定是这样的 社会一定会被大的财团所绑架 所欺压 政府一定会被大的财团所绑架 所欺压 人民的利益是得不到保证的 政府呢连自己都保证不了 都有可能让那些财团把政府完全提掉 不用你 根本就不用你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Facebook 他们想发行那个数字币 那个数字币呢 现在美国国会有时候不允许它发 将来如果说它各个方面 它根本就不依赖于政府 所有的财团 他们根本就不依赖于政府 然后这些财团 他们一商量说 我们现在要发行的数字币 我不用你那美元了 我不用你的人民币了 我不用政府发行的这个货币了 然后他们一商量 他们商量什么就是什么 他根本就不理你政府 因为你政府的运转呀 所有的一切都得管他们要 由他们来支持 你就是吃的喝的拉的撒的睡的 全都依赖于这些财团 全都有他们控制 就是说这个国营企业 是非常的必要的 你看现在中国呢 起主要作用的经济支柱 还是这些国营企业 好 莱特希泽呢 他就说两年之内 要翻番中国两年之内 要从美国买的产品 购买额 要达到两千多亿 我刚才就是算了 如果现在说是一千三百亿的话呢 到那时候就是两千六百亿 两千六百亿 会不会说太多了 中国消化不了 这个问题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呢 我就翻看了一下历史 我翻看了以前啊 就在2017年的时候呢 川普到中国去访问 那会儿他刚上台 那他到中国去访问之前呢 他就说 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 这个贸易逆差呢 非常的大 然后他到中国去呢 主要是就谈两件事 一个是呢缩小中国和美国之间的 贸易逆差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跟中国谈关于北朝鲜的核问题 北朝鲜的核问题咱们不说啊 就是他去了以后呢 和中国就谈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了 然后呢 他就带了一个大单回来 皆大欢喜啊 他就说 他去了中国以后和中国 当时签了这个贸易备忘录 当时呢 并不是什么贸易合同啊 就是贸易备忘录啊 或者共识啊 什么的 就是他签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 贸易和投资协议 我看这个美国之音这个报道啊 2017年的报道 它里面是这么说的 在2017年11月份 这个川普访华的时候呢 跟中国之间签署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 贸易和投资协议 但是呢 这个贸易和投资协议呢 就被媒体说成是呢 签这个大单 其实注重的是一个宣传效果 因为川普当时他刚刚上任嘛 然后呢 他为了让这个民众对他不失望 因为他竞选的时候就吹了好多的牛嘛 许了好多的糯 那你上任的时候你应该一一兑现呢 那最大的问题呢 他那会儿在竞选的时候 他就极力的这个攻击中国 他说美国呢 在以前的那些历届的那些愚蠢的总统的领导下 美国呢 就变得不再伟大了 然后呢 由美国让利给中国建造了一个伟大的中国 说中国的那些桥啊路啊机场啊 全都是美国给建的 所以呢 他上台以后 他就说我要把这些全部都拿回来 所以他上台以后呢 他就到中国 他就要消灭和中国之间的那个贸易逆差 那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逆差 我刚才说的哈 有3000亿 那他到中国呢 这一下 他就说他签了2500亿的这个贸易大单 就基本上把那个贸易逆差就消除了 如果他说当时就消除了的话 就不会有这18个月的贸易战了 对不对 很显然是没有消除 为什么说呢 他是这样的 当时呢 他和中国谈 然后这个2500亿呢 回来以后 美国方面呢 就让他公布说2500亿都有哪些 白宫就公布了一系列的数字 说其中最大的一笔呢 就是837亿美元的中国直接投资的计划 这个计划呢 主要是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就是中国能源投资公司到美国 这是一个国营公司啊 凡是中国那公司带有中国两个字的 带有中国带有中华什么的 这种的一般的来说都是国营 那这个中国能源投资公司呢 他要到美国 计划在20年内对西维吉尼亚投入上述的这个金额的资金 就是837亿了 用于什么呢 用于就是那夜盐气和化学品制造项目 好这是一个830亿 然后呢第二个大单是什么呢 第二个大单就是阿拉斯加呀 我昨天呢在我视频里面 我就说哎呀 搞这么多的天然气哈 油气 然后到中国 不比俄罗斯呀 俄罗斯因为和中国是接壤的 然后我们修一个八千多公里的一个管道 然后这些气就通过来了 那和美国之间呢 是漂洋过海啊 然后这个用船来拉啊 也还挺费劲的 然后我就突发奇想 我说哎 如果是从阿拉斯加那儿 如果修一个桥的话啊 就好了 如果那儿修一个桥的话呢 我们从加拿大 没准还可以开始车回中国呢 那我今天呢 我就看到哈 我就翻了一下2017年的这个报道 它第二个大单呢 就是阿拉斯加天然气项目建设的这个计划 这个涉及到730亿美元的 这个呢 是中国石化总公司 就到阿拉斯加 跟阿拉斯加之间呢 要铺设一个天然气的管道 那这个管道呢 说是铺成了以后 每一年美国能得到80亿到100亿美元的这个利润 这个东西呢 不知道我哎 没有看到这个报道 对不对 俄罗斯的那个呢 已经通了 前两天已经通了 但是呢 说从阿拉斯加那儿拉这个管道 没有听说哈 我没有看到报道 也许我孤陋寡闻哈 网友朋友如果你听说过这个项目的话呢 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呢 就是中国能源投资公司到美国 西维基尼亚投资的这个呢 叶延器的这个呢 我也没有听说 好 就这两个 可能都没有成型 那这两个加起来呢 这就有将近1500亿了呀 这多大一个数啊 没准这个再次捡起来 还有呢 第三个大单就是波音飞机 说是中国呢 要从波音购买300架波音飞机的这个大单 这个呢 不知道成型了没有 但是美国的报道就说呢 这个好像是有一点特别的虚 就关于这个波音300架飞机这事 就特别的奇怪 就是说每一次中国和美国之间 要是发生个什么重要的政治事件的时候呢 波音总是出来说 中国要从他们那儿买300架飞机的大单 说是每一次都要这么说 说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 习近平访美的时候 当时还是欧巴马是总统嘛 然后波音那会儿就宣布说 中国花380亿美元 订购了美国300架飞机 就是 大家都怀疑呢 这到底是真的假的呀 还有他这个大单 这2500亿大单里头呢 还有几个呢 就是也是天然气出口方面的 这回他们之间不是签的协议里面 就说 除了从美国买那些农产品以外 什么玉米啊 大豆啊 小麦啊 大米啊 还有猪肉啊 这些东西哈 还从美国购买这个能源方面的 还有一些服务方面的 那这个能源方面呢 2017年 这2500亿的大单里头 除了前面说的那个 中石油和中石化以外 还有几个天然气的出口协议 除了一项这些大单以外呢 还包括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 说那2500万里头 其中就包括福特会向中国出口一些那个汽车及汽车零部件 还有通用汽车公司也会向中国呢出售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 那以上这些呢 如果是给他大概齐的加起来的话呢 就差不多是2500亿了 但是呢 很明显的 这些年应该是这2500亿呢 并没有落实 不然的话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18个月的贸易战就不会存在了 因为2500亿 把他那个贸易逆差基本上就消灭了嘛 那现在呢 他们又签了这个协议 所以说这个协议签的呢 我认为还不算是中国做了太大让步 还比较可行 因为2017年 如果那会儿就有一个2500亿的大单的话 就说明中国是能够消化这2500亿的 更何况现在的协议里面呢 是说莱特希泽今天说的啊 是两年之内会让中国呢 从美国购买增加一倍 你本身那农产品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当中呢 我昨天已经算了一下哈 它已经就少了很多呀 农产品 光那个大豆 以前都买的是242亿 2017年的时候 就是242亿 那到2018年呢 因为它发起来了这个贸易战 一下子就减少了80亿 到了180亿 然后到2019年1月到10月呢 只买了它一百零几亿 还差很多呢 所以中国呢 是有这些需求的 天然气啊 什么的这些都有需求 那个汽车都有需求的 所以说呢 如果从他那增加一倍 两年之内增加一倍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这个初步的第一阶段的 这个协议实行起来 对于中国来说呢 问题不大 但是莱特希泽呢 在那个电视节目里面 他那意思是说呢 他也不是很有信心 他说这个到底能不能实行 这个完全取决于中国那些做决定的人 中国是谁做决定 谁决定了这个合同呢 能不能实行 所以说呢 有的人就说 这次的初步协议呢 中国吃亏了 中国让步很大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我不认为有太多的让步 我更不认为它是吃亏 应该是不吃亏 通过这贸易谈判呢 我们就看到哈 就是中国的那个贸易代表团 跟美国的贸易代表团呢 他们的接触非常的多 来来回回的啊 这一次你到我这儿 去了几天 然后回去了 下一次呢 我又到你那儿去了几天 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刘鹤呢 和莱特希泽 还有姆努钦呀 什么的 他们在一起呢 好像他们在一块呢 越来越comfortable了 是吧 越来越自如了 刘鹤呢 也越来越自信了 我们从这合同内容上来看呢 就是明显的看出来 中国主导的部分呢 还是挺多的 中国现在呢 是世界上的 第二大经济体 在跟美国之间进行这种较量的当中呢 我们能看到确实是像那么回事 确实像那么回事 就不像一个小国和大国之间的那种不平衡 不像是比如说川普和加拿大总理在一起 或者川普和那个金三胖在一起 不是那种感觉 中国确实是一个大国 中国呢 已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在走向墙起来 这个路程当中 我对中国是非常有信心的 未来一定是属于中国的 但是中国呢 将来一定不会像美国这么霸道 中国一定是以德服人的 好 我这个视频呢 跟您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